字幕提供 Hello,大家好,Lucas Hello,我是Jack Lucas,我們今天去哪裡? 我們現在就是Cannody Wharf 一個樓盤叫做Harbor Central 附近有什麼配套? 這裡附近其實配套很好 你走路兩分鐘 你就可以去到Southkill Station 五分鐘去到Cannody Wharf 如果你說生活配套的話 你一走出去有餐廳超市 Tesco、中超 還有很多意大利餐、酒吧 周邊我都看到有很多公園 其實Cannody Wharf有一個公園 還有附近連著幾個很出名的餐廳 有Sick Shack Burger 有一個日本餐叫做Woker 全部都很出名的 現在我們先上去看單位 好 現在就來看看這個在36樓的三房單位 這裡是三房兩個室 一進來就是有一個大的儲物室 一走進去 你看到它的空間感很大 放了乾洗衣機之餘 還有可以放很多行李 或者是鞋等等 然後我們就來看看這個客廳 客廳一進來就是有一個Buffers Island 這個Buffers Island不是每個單位都有 現在剩下三個三房 只有一個三房是有這個Buffers Island Buffers Island其實都包含了很多儲物空間 你在這裡看下去其實全都是儲物位 你可以擺放很多雜物 另外廚房的另一邊有你基本上的微波爐、焗爐 還有這個雪櫃這些全部都是最基本的 但之餘它還有一個很深的大櫃 可以讓你擺放你的零食也好 或者杯麵什麼都可以 然後就來看看它的客廳 客廳在這裡基本上你眼見的架子 擺設全部都包了給你的 因為這個示範單位是來的 有電視還有它表現了電視櫃等等 你看出去在這裡有兩個景觀 一個就是看到這個金絲雀碼頭 還有這個魯金融城的景觀 JP Morgan、HSBC的總部大樓 你全部都能看到 另外一邊走出來露台 我們現在就可以看看 它這裡會比較開陽一點 如果你不喜歡看辦公室大樓 就看到這個格林威治大學和這個公園 都是非常之舒服 而且露台這裡空間很多 基本上你說要擺一個梳化出來 或者Burface table都可以 走到客廳的另一邊 就是它最小的房間 這個房間是目前用來做飯廳的 但如果你不用飯廳 你也可以轉為客房也沒有問題 可以看到有一個 Gaming 4-seater 這個Dialing table 還有一個大衣櫃 它這裡的好處就是跟其他項目不同 每個房間都有衣櫃 可以擺放平常的雜物 另外一邊也是 然後我們走出來 我同事就會和你們講解一下 第二個房間和第三個房間有什麼特別 好 跟我過來這邊看看 看看第一間客房 這邊有一張雙人的床 還有兩邊三邊落床 也有很大空間 景觀看回Cannery Wolf那邊 發現已經做了一個入場的衣櫃 空間感非常之多 可以放很多東西 除了放床之外 還有一個飾物櫃 另外看看一個客廳 裡面有花灑 鏡櫃 也有很大空間 好 接著我們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也是一張雙人床 兩邊也有很大空間 另外還可以放到一套沙發 如果不放沙發的話 可以放一張書櫃 做一個home office 裡面也有一個衣櫃 以及一個電視櫃 已經做好了 景觀看回Cannery Wolf 左邊一點點可以看到 Liverpool Street那邊的舊金融區 我們看看套廁 套廁有浴缸 鏡和鏡櫃 都是非常地闊落的 Lukas,這個單位很棒 包了傢俱 現在賣多少錢 這個單位 示範單位 賣108萬 如果沒有傢俱那些 現在還有多少個 沒有傢俱的話 其實因為這棟大樓 已經全部賣光 可以分成最後三個單位 另外兩個單位 不包括傢俱 就是34樓和37樓 106萬起 但是你沒有這個buffer silence 如果各位有興趣 了解這個項目 你就可以隨時WhatsApp 聯合我們公司的團隊 今天就講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